官方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八月十九号的公事晚间新闻 上个礼拜一在大陆东北发生严重车祸 造成四死十四位台湾旅客受伤的台湾雄狮旅行团 今天下午旅行团的两名伤者跟三位零难者的骨灰 已经回到了台湾 而在另外一方面大陆官方初步调查认定 这是一起因为小客车超车所引发的意外事故 另外巴士驾驶在事发当时 确定没有讲手机 也没有超速 捧着亲人骨灰 雄狮吉林团家属在机场 为亲人进行迎铃仪式 八十多岁坐在轮椅上的吕老先生 是这一次受伤乘客之一 他的妻子和女儿在意外中身亡 在旅行社安排下 吕老先生带着亲人骨灰回到台湾 回家呀 很好 这是车祸意外发生之后 第一批反抵台湾的雄狮团成员 共有两名伤者和三位零难者骨灰 其余的伤者也将陆续返台 而吉林省秘书长和国台办十八号晚间 在当地召开说明会 对家属公布事故调查的初步结果 先前被旅客质疑 一直在讲手机的大巴士司机 经过通联记录调查 事发当时没有讲电话 也没有超速 大陆那边的研判是一个驾驶的意外 意外事件 那大客车这边 他事实上是我们关心的几个 酒册的部分 疲劳驾驶的部分 跟拨打行动 接听行动电话的这个部分 应该都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教室责任离行之后 旅行社派出律师 针对后续求偿进行协商 大陆方面表示 这样的事故 教室者对死者的赔偿 依照当地法律 最高是人民币三十万元 大约是台币一百五十万左右 但家属不能接受 旅行社表示将会继续协助家属进行协调 记者 学校对案例一台报道